尤麻地發生斬人案 一名40歲男子被6名刀手揮刀狂斬 他全身多處重刀手傷倒地 男子其後被送往伊莉莎白醫院救治 他送院時仍然清醒 有附近茶餐廳職員目擊事發經過 於是代為報警 事發在星期三凌晨3點多 事主乘坐朋友駕駛的私家車返回文英家御所的時候 突然被一輛7人車和私家車前後集庭攔截 六名池都的兇徒下車斬傷事主後 隨即登上私家車逃去 事後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發現涉案的7人車掛上假車牌 並且在事主乘坐的私家車上檢獲冰毒 事主的26歲朋友涉嫌藏毒被捕 事主亦因為沒有帶身份證被捕 而6名涉案的兇徒在案發時 身穿黑色上衣、長褲和戴口罩 警方正追測兇徒歸案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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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